作為全國頂級的神經外科專家 姜濤仍在時刻揮霍著自己的腦力 參加各地學術會議 深夜回京已是常態 他們有人說我絕頭 絕頭都沒話 有人說我這個有點青上滴 你看我路上 我接了好幾個要出手術院的 就拉黑了 再不聯繫了 就想套進我套不上 我特別有母親 很自覺 我也跟他們講 我說我就是天堂醫院一名醫生 你們也別給我接受患者 你接受我解決不了 你不能說我農村來了 我就沒床住 所以我當時可以過去縱患 他們還對 不管認識誰 認識不認識 我這塊不信亂把其道的事 讓姜濤加倍呵護的病房 這是北京天堂醫院神經外科 腫瘤五病區 深入這裡我們發現 百分之九十的患者來自外地 普通的市集乃至省其醫院 只能處理基礎的腦部疾病 而面對諸如腦腫瘤這樣更複雜的大腦疾病 則顯得無疾可施 而住進這個病房呢 還有最絕望的一群人 他們罹患的 是爐內最為惡性的腫瘤 腦膠滯瘤 我做過那個放化療 這病人 這得做了 現在語言有問題嗎 有點問題 有問題 有 那可得那什麼 那小心點坐下 你跟他做這次保命吧 保命手術 這次主要是為了保命 保命 為了多活一段時間 更令人無奈的是 在腦膠滯瘤的打擊對象中 輕壯年男性站到了守衛 在這次拍攝中 率先進入鏡頭的 是一位正在哭泣的父親 他的兒子國棟 剛剛被確診得了腦膠滯瘤 腫瘤 輕則讓國棟喪失語言功能 重則為其生命 我是為方的嘛 父母都是農民 是吧 你好不容易剛接了 有孩子多麼喜的一個事 然後也再興到定居了 如果在村裡 反正也這挺好的一個事 是吧 這樣一弄 他們心裏的落差多大 然後媳婦 然後這樣的話 相當於也是家裡的 不能說是頂兩桌吧 在男的嘛 是吧 在家裡 突然醒來 你說你這樣了 也很難受 就是很難受 這家裡只是他呢 那接上來這個爭地 爭地爭氣不好啊 那眼睛打疼 得低了破五分線一件 一目的是上廖大廈 是吧 在二零二三年之前 他的故事應該這樣講起 國棟是一家人的驕傲 國棟的爸爸 山東為方 地地道道的農民 靠著種蔥 種蒜 養活著國棟和弟弟 命運給了國棟一個不高的起點 但他卻靠著自己的努力 寫出了一個絕地反擊的故事 走出農村落戶城市 國棟一個人拖起了全家 也改變了幾代人的命運 但二零二三年之後 故事發生了轉折 中兆來自一次突發癲癇 就在床上和小孩一塊兒玩 玩著玩著之後吧 然後就自己就不知道事了 全身是個粗粗的狀態 然後就沒有意識 生病的國棟 還沒來得及考慮自己 卻因為不能負起頂梁柱的責任 而深深自責 同為男性 同樣出身農村 江濤清楚 國棟人生下半場的故事 該怎麼寫 是他的責任了 在這兒呢就是說 這個一塊兒都是留的 這個小伙子 留的還不小 手術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因為啥你要做不好一個攤 一個疏忽原站 腦膠治瘤 腦膠治瘤 神經外科醫生曾經的噩夢 大部分出發 惡性程度低的 腦膠治瘤患者 腦內腫瘤 會反覆生長 一些患者 則會進展為 惡性膠治母細胞瘤 五年生存率 不足肺癌三分之一 可以說 其他腫瘤的治療方式 在與腦膠治瘤的對決中 幾乎都敗下陣來 保命還是保患者功能 面對這個殘酷的選擇題 在2000年前後 幾乎所有患者 都只能選擇前者 也就是那時 江濤開始為這群人前後奔走 我們碰到一個老患者 就是說他大概是一個 四肢膠治母細胞瘤 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時候 昏迷 昏迷以後 又半年以後去世 所以當碰到這個時候 我們醫生的心理實際 跟患者是一樣的 也是覺得這種愧疚感 還是就覺得說 應該更加努力 能在這個方案上 研究上能取得更多進步 給患者帶來更多的 這個治療的一些方法的一些改變 國動的檢查結果 令江濤感到擔憂 他需要儘快為他做開爐手術 而今天 我們還拍攝到了 令江濤倍感為難的 另外一名患者 35歲的陳墨 酒家的那個 怎麼樣 太胖了 我看 我的手 現在 我轉手 請你轉 在神經外科腫瘤五病區 他已經因為腦膠治瘤 反覆入住四次 還能養 時間 跨越12年 你現在走路有事嗎 有問題 稍微的沒有走腿那麼 他是畫畫的 就畫手不連開始 稍微做手術 他是在一個每月學習 大三的時候 就發現 右手有點不靈活 就發現 在運動區 長了一個瘤子 但是呢 結婚生子之後 就復發了 再次把腫瘤大部切掉 切掉以後呢 這次進行了放療 又過了四年 又復發了 我看 你做這塊 你做這塊 做我看個瓣 看個這個 好薄 對 還有一個釘子快露出來 不行得清了這個 這個 這個頭皮血運都不好 哎呦 就消化了 這次手術呢 從影像上看 腫瘤厄癌程度增加了 早期是低級別 現在可能變成中高級別 咱從這邊走了 就直接下電梯了 之前來的時候覺得可大 哪兒都找不著 現在覺得 就老來都熟了 他第一次手術是在老天壇 然後那個 第二次術前 是正好趕上老天壇搬家 我這邊搬 這是沈默的妻子 在輕車數路 往返於醫院的路途中 他和我們講述了 丈夫患病後的生活市場 我記得當時她跟我說 她說那她照了一CT 說裏邊有個東西 我還上班了 然後我就哇哇那兒哭 她第二次手術之前 整個人癲癲癲的 就是屬於那種吃傻狀態 最後然後等我懷孕的時候 一般年懷孕嘛 有一天晚上睡覺 我就覺得那床一直在抖 然後我就看了又發了點錢了 兩個家庭的希望再明確不過 距離上次復發僅有兩年 家人希望江濤能為沈默 多切除一部分腦子 以爭取下次較長時間 復發的窗口期 但沈默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 癱瘓 二十七歲的國動 則期待保留功能 至少不影響繼續工作 還能幫襯著家裡 無論如何 在短期內遭遇腦膠滯流 這樣的疾病 即便是頂天立地的大男人 也很難做到全然面對 您可能會問 這些青年男性的大腦怎麼了 關鍵在於原因未明 沒有找到確切的原因 比如肺癌 說可能跟吸引相關 比如肺癌 因為說飲食 就是高鹽飲食啊 或者水也有問題 單身膠熱沒有發現 所以導致就是說 我們無法預防 腦膠滯流 是名副其實神經外科領域的出風 二十多年前 已經可以獨當一面的江濤 不過他人反對 實意從零開始出國留學 轉身進入這一領域 他眼中的憂愁 來自於患者 也來自於治療方式的大大受限 江濤希望 他能有所探究與突破 國內的跟國外呢 肉眼可見的差別 國內專門做教育臨床的 不多 反正因為知道就病治不好嘛 但是我到那個中心之後呢 我參加他們大量討論 就是說怎麼把教育做得更好 我記得我參加第一次組會 他問了一句話 他說我們目前團隊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我們下一步怎麼辦 我當時覺得這個是很震驚 我覺得也想像某一天 我們團隊也說 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了 我們應該下一步怎麼做 再次見到國洞 他已經剃了光筒 為手術做好準備 但江濤卻不得不再次告知 他腦中的腫瘤可能會復發 看不出來 就這個年齡的 做這麼大的手術還是 我們那個病房有一個小伙子 現在已經12年了 做了第四次 都認得很好 這第二次的時候 第四次 第四次 他這個病是會復發的嗎 復發的 嗯 會復發的 而江濤第一次手術切除的程度 直接決定了再次復發的時間 而沉默外形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因為反復手術 沉默頭皮血功很差 樹中切口可能無法癒合 他需要承受一種較為痛苦的方式 對這塊頭皮進行處理 現在怎樣 還行 開始疼了吧 對這塊頭皮 頂子那個頭蓋骨和皮都特疼 疼得 有一次疼得 我回家他吐了 疼吐了 他晚上也有這包 他不能好好睡覺 他老太胖了 頭額沒事的 最好平疼 不是 我為了順利 沉默希望 他的生死時刻 能來得晚一些 再晚一些 我心裡邊其實很大落差了 因為 頭兩天還能畫那麼清晰的畫 那個筆我都拿不太多 寫字我身上寫不了了 我要知道 這老復發 那確實挺老心的 不是 比如說這好手吧 不是這樣嗎 這樣 這個就會 一 二 三 都很對勁 沉默曾是一名美術老師 繪畫 承載了他對生活的所有美好相貌 但如今 他右側肢體感覺遲鈍 手不靈活 也拿不起筆 腫瘤復發期間 他和愛人迎來了新生命 女兒成長的思念 是一個年輕父親 承認自己 再也無法貢獻價值的思念 其實我最心裡便扭 最心裡那個事兒就是 我覺得 病 這種病我就失去了 我的人生價值 失去了一大部分 後來我也想算了 我就算不壞了 我不壞了 我對家裡的貢獻也一樣 我把我的一些生活的感悟 我傳承到我閨女身上 我用我的經驗 把我的閨女體現好了 這不是也是我一大功能嗎 她有時候就跟我們說 反正她這種情況吧 她就說有時候沒準就是 就陪不了她閨女很多年 但這兩個人推起來 我說如果我閨女 她要是 就是照人啊 接婚什麼的 如果我知道她身體不好 那我可能就不太想讓她過我這樣 因為畢竟累 就身體上累 我覺得這些都無所謂 都累心 有時候就覺得你看 就要嫁了這麼一個 幫找什麼忙也 安靜 安靜在這邊 人不多 心裡惦記著沉默和國動的手術方案 但今天 江濤還要趕最後一班飛機去趟西安 因為江濤必須關心 北京以外的神經外科發展 我八八年畢業 東北特別哈爾濱 它是飛行病特別多 所以那陣子我在呼吸科實習 我覺得這個老爺這個 說沒了就沒了 但是所以說就覺得這個內科治療 有時覺得方法並不是特別多 結果男孩喜歡動手的 我覺得那陣子對外科有基本認識 就是手刀病除 肚頭偶爾叫 然後一來他一催完的時候 人很快好了 為啥這個我們神經外科學科 這麼好呢 就是我們導師當年 他們這一代人 就是他們那代第一代創業人 就打下基礎框架非常好 對王總神教師和我們趙雨成教授 對學科這個構建超前行特別好 神經外科的學科峰會 經常很冷清 參會人數 不足骨科等大學科的三分之一 而培養一個神經外科醫生 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時間 這裡面願意去鑽研腦膠支流的 更是鳳毛麟角 二十多年前 江濤攻入腦膠支流領域的時候 這個學科還是一片空白之地 這個問題就特別好 從神經外科角度看 如何呢就是更好地切除這個 大腦半小腫瘤 更好地保護大腦功能 誰願意為這些患者的人生負責 江濤希望更多有能力的青年人 能夠入局 晚上九點 行程結束 飛機還有一個半小時起飛 江濤搶時間 開始吃今天的第一頓飯 多幾年沒半夜吃過 它這湖南飯跟那個 河南的也不一樣 湖南沒這個醜 是 大王 你來 還有人 好的 真行 當時我們是第六屆生大學生 上大學生叫天之嬌子 有一條街道就一個大學生 我們大學食堂 就是我的上一屆師兄 還有吃點粗糧的 等到我們是大學 基本沒粗糧的 那吃個雞蛋就算清楚 好 好 我皮膜一个就一个厘米 要是月筋中线就用出去 骨创可以离一个厘米多一点也可以 果冻的第一次手术 结果至关重要 姜涛对于肿瘤切除程度的把握 决定着果冻的命运 而沉默的情况更加糟糕 整个这都是有的 脑内肿瘤不仅体积变大 范围更广 恶性程度也增加了 姜涛不得不提及 这一次沉默瘫痪的风险增加了 这次一定把困难估计足一点 不像第二次第三次 甚至不像第一次 这次仍然存在这种风险 上次仍然是10%以上可能有问题 有时全切大了就太 切不切和保不保功能 这两个事就像天平的两端 我们追求的是能够同时做到 但是往往不困难 把上次那个公共从政 能找到明天一起看 上次怎么说呢 好的 老师 就是18年了 你咱刚搬过来 18年了 我妈就说那种病的事 我不想听 我就躲在门口呢 趋力避害是人的一种本能 在重大时刻来临前 沉默照旧略带轻松地玩笑着 希望让家人放心 但来到病房的妈妈 受不了儿子这个态度 人家眼里我老是孩子 老是离不开别人的帮助 不能动了 不能动了 是管你管孩子呀 我有一半还能动呢 自从儿子结婚独立后 妈妈照顾他的时间越来越少 他无法理解儿子面对生死 漫不经心的态度 也无处发现自己的恐惧与不安 这就叫交进了 行啊 另一边 国栋也在电话中指挥着爸爸 让他准备手术前需要的物品 不要急 病魔 让两个男人如临深渊 但也只有在这个时候 他们才可以抛开成年人的理智 做回任性的子女 抓紧爸妈的手 夜色僵翅 沉默的笑意消失了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 无力行神的这种方法 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讲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会跟大家讲 每一种手术 会不会我这个不能动了 整个我就贪了呢 我不是就成累赘了吗 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特别怕 我还不如改了呢 我理解啊 我猜想 我肯定不会有那么长寿 我肯定不会有那么长寿 我能看着我闺女长大 而同一时间 姜涛还在办公室 反复推演着手术方案 姜涛的考验来了 我们全程记录了两台手术的过程 也见证了两个家庭的悲欢 2023年的高考日 沉默的第四次手术开始了 这次肿瘤偏大 已经达到三个厘米了之间 因为三次手术还做过放疗 局部解剖结构啊 一打互动 姜涛首先需要暴露肿瘤 但这常规的一步 就让沉默手术室里的紧张氛围 陡然升起 打开点 行了 够了 够了 可以 好 我先担心就是波太大不行 我先不好说啊 暴露肿瘤需要打开硬脑膜 但因为放疗于反复的手术 沉默的硬脑膜 已经和掌管运动功能的大脑皮层 紧密地粘连到了一起 就是你要剥开这粘连的过程中 很可能就破坏脑的功能 强行剥离 岂有可能在这一步 沉默就瘫痪了 而果冻的手术 对姜涛的要求更高 他希望果冻不但能通过手术活下去 而且能保住语炎功能 巨大的肿瘤 使大脑的功能区移动了位置 由于胶质瘤呈侵袭性生长 很难区分肿瘤 与正常脑组织的边界 姜涛需要小心翼翼地 在纵横交错的神经网络中 尝试着划定肿瘤的边界 对我们的大脑呢 很多重要功能区域 身体思量部 哪些地方可动 哪些地方不可动 它是有很多解剖就标志的 很多区域呢 我们数前就判断说 如果切掉以后患者平坦怎么办 切掉以后患者呢 失语怎么办 这是比较难的 因为胶质瘤它成一个这种 弥赞的这种生长方式 我不可能全把半个脑子都端走 对吧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意识到了它周围可能有 那我肯定会 自我相应的这种扩大范围进去 但扩大的过程 很有可能就损伤了 就损伤了现象的功能 要避免树中损伤国动的语言功能 姜涛需要进行树中唤醒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的吗 在天南医院 在天南医院啊 行 我方大夫啊 来 坐完手 伸 伸 伸 来 张嘴 伸舌头 好嘞 放松 来 跟我数十个数啊 一 二 三 2006年 第一台术中换型手术出现在中国 主刀医生正式降抛 通过术中唤醒 监测患者的语言和运动的变化 姜涛可以完成与大脑指挥部的 直接对话 现在咱开始要看语言功能了啊 好的 咱就得睁开眼 然后看一下这个图片 能不能看清啊 可以了啊 这刺激了啊 姜涛一边用电 刺激着患者的大脑皮层 一边观察他的反应 这边是一口 好 国动的突然失语 是因为电流暂时阻碍了他的思维 转化成语言的神经活动 抑制了他的语言表达功能 就这块 对了 就这两次了 两下 这就是这块 开颅手术中 唤醒病人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 这是精准外科治疗发展历程中的 标志性事件 这使得神经外科医生可以清晰知晓手中的这把刀 切到哪里对患者有益 切到哪里也会对患者有害 沉默和国动将成为受益者 而我们记录的另一台手术也已经入了关键时刻 沉默手指的突然跳动 意味着刺激到了运动区 江涛万万不可触碰 否则沉默非死极惨 但沉默的肿瘤正位于这个区域 切还是不切 直接决定了沉默是否会落得右半身瘫痪 江涛下刀了 他开始向着雷驱试探 此时手术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江涛不再说话了 但他的内心非常坚定 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则源自江涛的重大研究 他认为神秘复杂的大脑 是一个由无数个节点组成的脑网络 通过数中唤醒病人后 找到需要保护的真正关键节点 之后即可大胆切除其他位置的肿瘤 功能也将不受影响 现在他需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切除 成本在此一曲 辅助运动区在棕色的前面一点点 辅助运动区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要第一个直接弯 你要第二个直接弯 而长在辅助运动区的患者 我们切了之后 他可能在术后24小时之内 会出现这种一过性的运动障碍 并且找到了相应的这种康复方案 利用大脑的可塑性 就是这损伤了它周围 也能凑合把这事带偿起来 来通过这个来去恢复它现在的功能 心骨头被姜涛啃了下来 跟术前估计是一样 它还是肿瘤切除工程区 但是那幻醒下 就是边切瘤子边找工程区 术中找到了工程区找到了 陈墨从手术台上下来的第一天 他的右手就可以正常使用 而国动不但保住了性命 江涛还为其保住了所有功能 语言 行动均不受限 两个大男孩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走出手术室 江涛自由切换到另一片战场 不满足于做一个神经外科的大夫 然后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的前沿的东西 而且我十年前见到他的时候 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是基本上满头白发 但是十年前还是就是头发都是黑的 我鼓励我们这科研人员和丁疮大夫 我都这么说 我说的江所江涛教授带着学生 昨天加班加到十一二点改本子 然后呢 我说你们就得跟他一样努力 我画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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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吗 我画了你 这个带来的 我也留意 我画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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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了我 海外 我画了你 画了你 我画了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